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在戶外做訪問 今日很開心請到第二位重量級嘉賓 劉定堅先生 講講靈異圓環的事情 跟大家聊一聊 首先問一下 阿劉 鬼神的事情你信不信 什麼叫信 相信的信 還是篤信的信 我是這樣說的 因為我是一個紀錄圖 我又試過和人們去算命 去看相片 看風水的事情 因為我經歷過很多這些事情 所以你說信不信 我是信有邪靈 就是所有鬼鬼怪怪的事情 只是邪靈辦的 這就是我的經驗 因為我也做過很多這些個案 那如果見過呢 見過沒有 沒有見過 在TVB的時候做的 沒有沒有 見不到 基本上你正常一個紀錄圖 很難見到 感受就是有些紀錄圖 會感受到 我聽你說過 好像說如果你想見的話 你契有什麼觀音 通常我們 因為我做很多個案 以前和教會的時候 反而牧師就很少 因為我們有靈異的經驗 於是我們做個個案 就會知道 通常如果是 他會見到鬼 通常有兩種個案 一種案件 就是他很小時候 他的家人 把他契了被那些觀音 契了什麼 什麼如來神掌 那些什麼 徐天大星 那些東西 因為那些是邪靈 其實就是沒有那些東西 那時候 他就會有個邪靈 就會跟著他 所以他就打通了 他和邪靈的關係 他就可以看到 邪靈所扮的叫鬼 這個是一個項目 另一個項目 就是 如果那個人 他本身 三代之內 他以上 他父親 爺 如果他是一個靈界的媒體 即是看相的 或者是 他是幫人看風水 即是他職業是這樣做的 即是上一代的象 上一代的 這個罪是很… 即是 在基督教來說 不是 是罪 是很深的 於是他的下一代 即是三代之內 都會受到一個很嚴重的威脅 於是他們 因為他和邪靈的溝通 已經有了 有一個原罪 於是他們很容易會見到鬼 其實見到鬼 也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但你見到鬼的代表 就是你和他的關係很密切 即是你和邪靈的關係很密切 而邪靈最希望就是玩弄 因為他沒有肉體 他就玩弄你 然後玩死你 即是各個方向是這樣的 所以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暗示 所以 凡是見到鬼的人 其實就要很小心 因為我聽你說 之前和邪靈我一段 他就和我說 所有邪靈的事情 都是一種虛的 不是實質的 是嗎? 即是碰不到它 它只能影響到你的眼睛 去看它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 即是我們 其實人類有歷史以來 其實我們經常說一件事 幾千年幾萬年都好 其實我們對靈界的認識 其實是比較差 以前的人 通靈的情況會比較強 或者對靈體的認識 反而現代人 即是有了科學之後 他就更加不認識 我們其實說靈體 其實他根本不是不實質 他沒有肉體 而邪靈本身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他人是有的 所以他覺得很過癮 他住了在你的身體裡 之後 他就覺得可以控制到你 他好像很有肉體 所以整體整個感覺就是 他住在你的身體裡 希望去玩你 所以最危險的事情 例如剛才所說的 你究竟怎樣跟邪靈拉上關係 這件事是最危險的 所以你去拜密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 他第一步就會叫你做一些行為 所以關係是怎樣 譬如說我今天這樣 譬如我每天跟你聊天 那關係是好一點 不算密切一點 你的邪靈要留意 譬如叫你跪下 我給你一萬元 你未必肯跪下給我 但你跪下 人的地位其實是高過邪靈的 但你跪下的時候 你便將你的主權交出來 這樣就很糟糕 它可以進入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裡 第二就是 你去摸摸那些東西 或者你去搖摸那些籤筒 每一種東西 就是等於 他叫你去做一件事 你不做 你就不會把信任交給他 他對你的身體的影響力就沒有在 所以你千萬千萬小心一件事 就不要根據你去認識 去一些你不認識的 靈異的情況之下 你就去做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包括譬如摸摸那些東西 轉一下那個圈 這些是很危險的 掛一個某些東西 你又不知道是甚麼 你怎麼去做這件事 你以為做了沒有事 但其實你是把信任交出來 即是認同了它 認同是一個很淺的層次 你是信任 很簡單 譬如你是我的朋友 我信任你 我便會借錢給你 對嗎 當你信任了他 他便有權去打開你的身體某些位置 於是你身體裡有些位置 你的記憶是你不記得的 但你是有一個老闆的後面 他便可以打開你 譬如說 你以前做了甚麼 所以你突然間 看上腦了 為甚麼會知道你以前的事 其實就是你信任了他的靈體 他裡面的那個靈體 他的邪靈便進入了你 然後打開你的東西 然後告訴你 透過通靈 所以以前我們都做過這些事 即是一個不是一個好記憶圖 我們都曾經試過 我們都會跟別人看過風水 跟別人算過命 其實全部都做了這些事 基本上有兩個項目 通常通靈的模式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知道你的過去 預知未來有一個理論 我教一個理論給你聽 很簡單 譬如今天有隻蟻 在路上走著 然後有個人 告訴你 你再多走兩個小時 你會見到一個可樂樽 那個蟻以為你會瘋馬 我怎會見到可樂樽 然後他走走兩個小時 真的見到前面的可樂樽 其實只不過是他的眼角度的dimension 他跟人不同 人是一個很高的dimension 他見到他 前面有一個可樂樽 你走走 他肯定見到可樂樽 所以他就能夠如知給他的螞蟻聽 螞蟻又覺得神啊 理論為甚麼 中國人特別麻煩 因為中國人將神這件事 是解釋錯誤了 我們的神 你留意其他宗教 他不可以說 天地是他們創造的 人是他們創造的 不可以說 造物者已經定了這個 靈界的規定 但中國人或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你問很多宗教 他不敢說這件事 因為禁止了 他只是說他有超能力 所以我們現在所謂神 他不是神 他們擁有我們人類認為的超能力 所以我們將他變成了神 其實這是完全錯的 他是擁有超能力 因為他是靈體 很自然的 矮有矮的能力 因為他是侮辱體 或是他不在空間裏面 於是他做到這個能力 人人便覺得他有超能力 或是配合人類的能力 他做到這個 你覺得奇怪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你突然跟魏說 你坐幾號巴士可以過海 他不是瘋狂的 其實這是一個不同的物種 你的能量不同 於是有一個不同的空間 所達成不同的能力 他在另外一個空間 看到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厲害 你完全不理解 你覺得很厲害 因為他做到一些 你身邊所有人 的動物都做不到的東西 再複雜一點 如果你沒有一隻可樂樽 令你發達 或者再講遠一點 知道你將來做什麼 利益上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 這個不是不可能 這個是比較少的發生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打開你自己 你現在的性格 如果你按照你現在的方法 繼續走同一條路 其實他是看到你一定的空間 你會達到什麼情況 這個是合理的 就等於這個矮 我們說的矮 只是走兩個小時 只不過你是說 二十年 如果他是走這條路 你看到某些東西 這個不奇怪 這個很合理的情況 你也會看到 你看到兩個小時 和兩天 兩年是一個距離 沒有太大的分別 但是 如果你的人生有改變 沒有人猜到 連你自己也猜不到 全世界也猜不到 因為你願意去 其實沒有一樣東西是確定的 上帝做人 就是 他會給你一個自由的意志 你可以相信他 你可以不相信他 你可以努力 你可以不努力 是由你去決定 但是當你願意去相信那個邪靈 的時候 他能夠搜尋你的事的時候 其實你是相信他 於是 他就慢慢影響你 他就直接你永遠在他的位置 所以他就可以知道你未來的危險 但我不相信你 他就猜不到 他沒有辦法看到你 情況這麼簡單 所以他能否知道你 最主要的問題是 你願不願意把自己的東西打開 交給他 例如最簡單的一個 最危險 就是打坐 打坐其實就是 其實人呢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很自然的 你的人有一個靈的 其實你很恐懼 那些邪靈的 其實你會害怕的 但他有些方法是騙你 去讓他進入你 那個方法就是 打坐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 所以你見到一些人打坐 打坐 你會發覺他 在邪靈進入他的身體 這一個就是 一個最簡單 最直接的 去打開你自己的邪靈進入 我也聽人說過 那些叫做天眼通 可以見到 所謂天眼通的意思就是一樣 邪靈進入的身體 他和你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 他還可以影響到你的五官 包括你的視覺 這些劇我們都試過 可以說一下 你可以見到某些事情 你可以見到某些事情 某些影像 是可能會發生的 這樣的情況 沒有特別的 那當時為何你想去接觸那些事情 因為你已經離開了教會很長 傳統的教會不會教你有關於邪靈的事情 於是乎 你便會覺得 開始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些什麼星座都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邪靈的一部分 它只是一個網絡 就是星座的新潮 總之它是有一個 能夠預知未來的全部都是這些 這是一個不科學的東西 有科學就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你再說 以前那些什麼煉金術 它早期都跟這些邪靈有關 即是茅山 茅山就更加 這個必然 其實它因為它 你看看一件事 其實它跟神是兩回事 神是說創造天地 創造人類萬物 是這件事 並不是一種超能力 但是中國人就解錯了 即是說 超人 蜘蛛俠 這些都是神 就是亂來的 所以 其實那些是跟神是無關的 只不過是邪靈的超能力 就是邪靈它自己做了出來的東西 其實很大部份它的能力 是來自你自己的 它是進入了你的身體 你又開了門給它 於是有些某些東西 因為我們人類是靠記憶細胞 去想一些東西出來 而它是不需要的 它是翻閱了你的過去 它就去透過別人的口 告訴你 那你便過得到驚訝 它是看到Dimension 看到你看不到的前面 那你就過得到驚訝 如果你有些 另外一個就是病症 除了看你以前 過去 因為從聖經角度 當然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因為你有罪 那很自然 如果你某些罪的成因 你就會引起一種 它可以控制你的某程度 令你有病症 有身體的同坐 但是它不會令到你生病 那病是由你自己去衍生的 但是它可以用一種 就等於你看不到某些東西 或者鬼暗眼的諸如此的方法 令到你可以失去 例如我的外母 他還沒死之前 突然間 我們回到一些古靈精怪 醫生可以看到它的癌症突然沒有了 機器就沒有了 它可以令到它的機器再不顯現 但你便覺得值得相信它 但是三個月之後它便會死去 所以問題就是 它可以有這個能量 在某個程度 某個空間 某個狀態之下 令到它不顯現出來 讓人覺得鬼暗眼 就是這個情況 剛才我跟他說 鬼暗眼的問題 就是說 所有鬼的事情 都是一個影像 它不能碰到你 不能推你出去 動不到你 以我理解 我們還沒見過 你記住一件事 不能絕對這樣說 為什麼呢 當然我見過不少個個案 我只是這樣說 越是你和邪靈的關係深 它能夠影響你的事越重要 有些甚至乎可以拿去條命 有些是邪教 不不不 他們說 我又未見過 可以整死人 甚至乎有些人說 有個無私的兒子 想去信耶穌 在心中拔出一百幾十支針 類似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都有可能發生的 我們見到 我沒有其他人見到 我聽過 但我們見到一件事 總之 你會否可以變成 我們說神打也好 我們說鬼上山也好 有些人的確是做到能量 不是人正常可以做到的 即是突然回到天花板 走來走去等等 的確這些我們都相信 是有實際上發生的 但我們相信 是邪靈加了一個人 完全相信他 完全進入身體後 他就可以控制你 譬如有些奇怪的東西出來 其實這些牧師很多都見過 這就是你和邪靈之間 有一個很深入的關係 他就可以慢慢完全去掌握你 到最後他就玩死你 他沒有最好做 他玩死你 好處在哪 玩而已 為甚麼好處 打遊戲機有沒有好玩 你玩而已 因為他沒有肉體 你很簡單 譬如有個女生很漂亮 你完全控制他 你叫他走左走右 其實你都很好玩 就是這樣 即是一樣的情況 即是我之前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以你推斷 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本來就想問你鐵板神數 因為我記得當年 我自己有看循環石 然後柳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你不知道記不記得 就說 這次發達了 我發甚麼發達 我發達了 他說三點水 那時候我說甚麼是三點水 因為他一字幾G 三點水 一字要記水 一字要記水 三點水添情趣 然後柳那張是不同的 阿柳說三點水來發達 我問三點水是甚麼 然後他說 慢慢的慢字 其實情況一樣 因為你開了自己給他 他就可以 於是他就可以 預知了你某些東西 他就透過另一個人 將這些東西 告訴你 於是你便覺得他很神奇 就這樣簡單 即是鐵板神數都是假的 當然是假的 他是邪靈 他算是假的話 你通靈之後 將你自己的門打開給他 他就在某程度 看到你的過去和未來 於是他就寫出來 不簡單 如果你不信他 你不走這條路 你自己走另一條路 這樣他便影響不到你 即是我的心態 如果這樣說阿柳 我純粹想試他 但我本來是不信他的 這樣就不會因為他檢查不到我 可以這樣說 你要記住一項 你所謂信不信他 你不信他 你不信他的話 這樣很自然 他便不會檢查到你很多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但你自己的能力 當然 我純粹來說 你最好不要試 因為這是很危險的 因為邪靈對人的理解 是人的歷史這麼多年 你對邪靈的理解 只有幾年 人家幾千幾萬年 當然是理解到 究竟人應該怎樣對付 你就不是 你是理解他 只有幾年時間 你很難玩得碰他 但我想聽剛才的問題 就是 因為你曾經去接觸過這件事 可能是你八卦 或者他想接觸 我想聽一些個案 和那種感覺 是怎樣 我想指認 我當然我不會去 這個個案就是 我會和他聊天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方法 我和邪靈接觸的時候 其實我的腦裏 我頭裏有個反應 我心裏會問 阿興的父親是否54歲 如果是的話 他會跳一下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你所有的事情 就用yes or no 去衡量 那你賭錢 和他玩sohand 是否一樣 是呀 我曾經試過賭股票 平均一日賺百多萬 是有的 但後來他會令你輸完 邪靈是令你先信任他 你信任他 他便控制到你 控制到以後 他要你一天輸完 千多萬 是很容易的 稍微單對單 但股票裡面來說 是一樣的 我知道了 很簡單 我問恆生指數 會升連跌 他問他會升 他便跳一跳 我就知道會升 就買升 很容易的 我有一段時間 我會知道恆生指數 那天收市是多少 我完全很絕對的知道 收市的那些點是多少 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五點 五字都可以 是 我之前都保留了那些記錄 那下載就可以了 可能下載就更簡單 看號碼 股票比較容易 我又沒有玩下載的時候 沒有去搞下載 但如果你輸完 那一刻的轉捏是怎樣 你開始不相信 其實不可以 是你的人生會開始混亂 他不是想你賺錢 你要記住 你越是透過他賺到錢 你越信他 你越信他 他就越是能夠影響到你 越是能夠影響到你 他就不需要讓你得到一處 就簡單 你已經相信他 於是他叫他走右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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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見到走火入魔的階段 就是這種模式 你見到人傻傻傻 就是一個邪靈已經控制了他的思維 那我想問一問 有沒有一些可以玩到尾的 就是成為一個富豪 有的 有的 但是他很慘 就是他可能那個後代 或者他身邊有些東西失去 他自己也很慘 你知道 董妹仔肯定很慘 肯定是很慘 肯定 百分之一百的 就是 凡是邪靈的煤 就是那個煤 你問他自己就知道了 OK OK 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新丁小說家 本66 如果你們都是對靈異事件 有興趣的朋友 那麼 我寫的這本小說 你們一定有興趣 就是 《沒有鬼不存在的城市》 到底是有沒有鬼 你買本來看看就知道了 裡面有很多我親手畫的插畫 裡面可以讓大家看到一些 另一個未知世界的畫面 希望你們會多多奉獎 其實現在已經有授了 在MIHK的網台 和商務書店 三聯書店 和中華書店都已經有授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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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星期五 晚上十點正 MIHKTV 經濟頻道 《沒有鬼不存在的香港》